Python的键盘输入input 首先我们可以利用一个变数叫name 然后利用一个input的函式 我们这边也请输入你的大名的提示字 我们再印出名字 第二个我们利用变数来储存另外一个年龄的资料 其实前面这个也是用变数 那我们先问两次 那第二次我们还要把它这个年龄 我们可以把它换算成整数 那我们就一起把它印出来 你好名字 然后你的年龄是几岁 我们要点到底下终端机这边来 点到底下终端机这边来 然后我们输入年龄 好那这边就会显示出来 你好什么大名你的年龄是几岁 好那这边就会显示出来 好那这边是几岁机这边就会显示出来 好那这边就会显示出来